冥王与雪皇究竟谁对谁错 他们是超兽世界中的战力巅峰 却因理念的不同 彼此争斗了数万年 最后被双双封印 而如今 随着玄冥黑洞的再度开启 这两位领袖迎来了终极对决 冥王是现实主义者 崇尚强者统治弱者 雪皇则是理想主义者 相信爱可 认为 玄冥黑洞中的起点 就是冥王心中掩藏的爱 然而 冥王却并不认同 由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双方当即动用了星云体 值得一提的是 星云体是一种比超兽武装 还要强大的生命形势 其中冥王的玄冥星云 能量等级高达十个黑洞 雪皇的圣灰星云 则蕴含着六个白洞的能量强度 随着两大强者的权力对拼 地上的众人也开始相互厮杀 刹那间 天崩地裂 山呼海啸 连冥界的空间都产生了片刻凝制 但谁都没有想到 这场理念之争竟如此惨烈 因为异能量的极度消耗 冥王与雪皇的身躯逐渐消融 即将同归于尽 为了阻止这一切 叶灵云当机立断 决定与超兽战队合作 计划依靠超兽神的机动性 和云福顿的绝对防御 强行终止星云体的对冲 不料 由于天羽身负重伤 仅是三合体的超兽神 根本无法接近战场 眼见形势危急 风耀与狮王也选择放下恩怨 合力将超兽神送上天空 虽然成功阻止了这一浩劫 但爆炸产生的空间重动 却将超兽战队和叶灵云 传送到了十万年前 下一集 龙族内斗的真相 龙俭与龙营的万年纠缠 事实竟如此残酷 我们敬请期待